究竟你華人對這些最基礎 別說抽象概念 民主自由 因為他們未問過什麼叫民主自由 包括香港 其實我們從來未知道什麼叫民主自由 那你又何來要期待香港人 可以因為過去所謂的油泰民的奸詐 極俊派的興起 極俊派的分裂 是為什麼 真是為什麼意識形態 所謂的意識形態是後來才出現的 所謂的意識形態是後來才出現的 就是什麼叫法西斯 什麼叫屌你 勇武抗爭 在分裂之前是並不存在什麼勇武抗爭 或者和平競爭這個議題的 純粹是因為思願 因為要做大佬 或者因為有政治任務 要消滅黃毓民 要消滅激進派 因為最遺憾的 現在這個黃毓民 雖然已經是一個退休 半退休的時事評論員 但是他作為在街頭上面 或者在社運上面 最有影響力 或者 感染力 他是No.1 如果昨天黃毓民吹雞 就已經不是萬二人 那就是要消滅黃毓民 或者要這麼久以來 泛民或者民主派 沒有跟本土派割蓆 沒有跟抗爭者去督灰 昨天已經是十萬八萬人 不過當然 為什麼黎智英 要叫那些人 要走和理非 因為那些走得最前那些所支持的偶像 是不聽你黎智英說的 而那個偶像是誰 黃毓民 為什麼黃毓民和黎智英有什麼思緣 因為黃毓民經常吵架黎智英的老母 那為什麼黃毓民吵架黎智英的老母 因為他們的恩怨 你們慢慢去拿一本 吵架黃毓民和黎智英交互錄 其實就是因為這兩個人的思緣 搞到香港今時今日 某一程度 真是這個真是這個 歷史要記在一頁 你說是多厲害 你說是多厲害 黎智英 其一 其二 再高層次的看 就是黎智英不想真正的變化 因為他買得到 其實黎智英 我告訴你 現在蘋果最減價 為什麼這麼少人看呢 因為你開始看到這兩年 《蘋果日報》是開始慢慢越來越本土化 但是本土到這麼一刻 他就要勒一勒 因為為什麼呢 本土到這麼一刻 你不能夠避免去報導本土派那些東西 但是他又要偷著 又要被光環這個人吵架的泛民 所以他就變成了兩面不是人 你知道有些本土派嗎 有些泛民是吵架黎智英 為什麼現在還給李兒寫東西 為什麼還要訪問尤惠智 有些老蘋果讀者是這樣的 就是兩面不是人